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和学习 那么国际年会刚刚结束之后 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周呢 将有两堂非常重量级的这个培训 首先呢周一呢将主要由我来作为代表和讲师 和大家呢一起过一下公司的 这个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的 Yosana产品的一个培训 那么这个培训呢应该来说是适合 不管你是刚刚加入的新客户 刚刚使用产品几天几个星期的 还是你已经使用Yosana产品已经很长时间 我相信都是大家一个对于产品的配方功效成分和要点 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么呢总共的课程呢一共是11堂课 那么周四呢我们将会有一些事业方面的培训 那么今天呢我非常荣幸 可以跟大家呢开展我们第一个系列 也就是基础必须营养系列 本来呢我的这个名字呢 其实按照我们的惯例呢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Essentials 就是基础营养系列 但是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Essential的这个意思呢 其实它更多的意思呢 其实不是基础的意思 更多的是必须的意思 就是说你没有它不行的那个感觉 所以呢我后来决定呢在我今天的标题当中呢 在基础后面呢加了一个必须营养系列 那么这个营养系列当中呢 那么当然毫无疑问 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说 为什么你不把儿童和青少年的基本营养素加进去 或者孕期的为什么不把它加进去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我可能会单独留在 大概在10月份的就是母婴和儿童青少年营养的那一块呢 在单独的去介绍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专门和大家呢聊一聊 和大家呢再学习一下 或者是和大家再复习一下 细胞基本营养素 有上了这一款旗舰产品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高大上的健康包 那么专业的方法呢叫做健康套装 那么因为呢今天是我们第一堂这个产品系统培训的第一堂课 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呢聊一聊一些关于基础的话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跟大家呢简单的先讲两个小故事 在两个小故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我接触营养学开始啊 因为我本身是学生物科学 本身是学生物技术专业出身的 那么在我接触尤萨纳这家公司之后呢 我深深地被这家公司的这个产品研发的理念和科学 为导向的这种精神所折服 所以其实呢我也是读了蛮多的跟营养学有关的教科书啊 包括文献啊等等等等 那么在我读的一本经典的营养学的教科书当中呢 它在开始的第一章是这么描述了一个营养学的一个发展阶段 它其实讲到呢和生物学和化学和物理和数学等等自然科学相比 营养学的发展啊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它的发展的阶段呢非常非常的短 其实呢从最早开始从正式的有营养学的发展呢 不过才100年的时间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我在学化学的时候 化学老师跟我们说 化学的发展史有几千年的时间对不对 从这个古时候的某种程度上从炼金术就开始 所以营养学呢它很重要 但是呢营养学呢跟医学跟这个化学跟生物学比呢 它又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学科 那么营养学的四个阶段呢可以 第一阶段呢是营养素的发现和鉴定 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在100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主要是在发现和鉴定一些维生素 比如说今天我们把这个维生素C给分离出来了 明天我们发现了维生素B6等等等等 那么呢到那个时候呢主要是营养素的发现 那么和它在人体当中初步的一个功能的鉴定 以及缺乏症的一些相关研究 但是这些啊其实只是营养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那么营养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呢 是指这些营养素在我们机体当中的一些 生化生理的代谢的研究 比如说这个营养素进入体内以后是怎么代谢的对吧 身体的哪些部分会用的比较多一点 或者某几类营养素 比如说钙 比如说维生素D 比如说这个维生素K 这些营养素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在营养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也是几十年前在完成的 那么最近的这个10年到2、3、10年呢 开始研究的是什么呢 这个话题呢是大家蛮感兴趣的 就是营养素营养成分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和预防的一个影响 那么因为这个政策方面的原因呢 所以我没有标注这些疾病的名称 那么取而代之呢 我这里用的是比如说跟营养的这些缺乏呀 或者一些营养素的相互作用 对我们的血糖代谢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的血脂血压代谢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功能有什么影响 或者对我们某些细胞功能有什么影响 会不会引起我们某一些细胞 器官的这个退化性的一些发生啊 我们能不能通过营养的干预去做预防 那么这个呢是营养学发展的一个第三个阶段 但是呢哪怕是这个第三阶段 今天我们很多人依然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其实这十年来营养学的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呢 其实是研究营养素或者是某些营养素 在细胞水平 在亚细胞水平和在基因水平上面的这些作用 那么这里呢就包括了这个营养基因组学 某些营养素与基因调控的相互的关系 某些营养素某几类营养素 与下游的这个细胞通路的一些相关 所以营养学啊绝对不是只是我们吃饭 怎么能够把饭这个吃均衡这么简单 营养学是一个很全面 而且是还需要我们花很长很长时间 去慢慢去了解的 那么在我讲完营养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呢 大家喜欢我这么讲吗 讲完以后呢跟大家互动一下 否则我一个人在这里嗨 非常的嗨也没有用 这个大家听完以后有没有什么感受啊 讲完这个营养学的发展的四个阶段 如果有什么感受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呢跟我们互动啊 好的 那么呢营养学呢 那么讲完这个第一这个四个阶段的发展以后呢 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 这两个小故事呢 是我个人在接触营养学之后啊 对我启发很大 而且我觉得是让我会引起我深思的两个小故事 好不好 第一个故事呢 我们讲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维生素C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C啊 那么在我们看看营养学的教科书里面是怎么讲维生素C的啊 首先呢讲到了1499年啊 这个是多少年前了 这个已经是可能700多年前了啊 这个Vasco da Gama就是达加玛这个啊 就是这个很是一些著名的这个航海家啊 出航的时候根据历史记载 因为坏血病啊损失了60%的船员 这是1499年啊 大概是15世纪末啊 不对应该不对啊 15世纪末对的对 那么到了大概约100年以后呢 有另外的一个人呢 叫做James Lancaster 他发现用柠檬和橘子 发现可以帮助传言去预防这些坏血病 这个牙齿不会出血啊 这个人不会死掉 这个时候过去了100年 又过了150年啊 从1601年到1747年 人类呢去现代的这个近代的这个 人类的这个呃 开展了第一个治疗坏血病的医学意义上的第一个对照实验 是1747年 然后呢在那个之后呢 人们发现哎 从1601年到1747年这个阶段 我们发现哎 用橘子用橙子 可以预防坏血病 那么到了这个从1768年到1772年 James Cook船长两次航行 那么通过这些呃先前的研究就发现哎 就没有再损失传言了 大家看一看啊 从1499年到177几年 这个中间过去200多年的时间 呃 但是这只是维生素C故事的这个结束吗 远远不是啊 我们这里的时间呢 就停在了1775年 到了1928年 一直到了1928年 维生素C才第一次从橘子当中被分离出来 那时候人们只知道哎 吃橘子吃橙子 好像不会得一个坏血病 但是到底是什么成分 科学家医学医生们一直都不知道 那么一直到1928年 维生素C的这个化学成分 第一次从橘子当中被分离出来 人们才知道哦 原来是维生素C 到了1932年呢 科学家确认了啊 在4年以后确认了就是维生素C这个成分 可以预防坏血病 然后呢5年后1937年 诺贝尔化学奖的这个颁给了 这个不是盘给了啊 颁给了维生素C和维生素B的相关的研究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以后 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用每个人不同的感受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当时读完这个故事以后 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和一个想法就是 看似我们今天很简单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常识 但是人类却花了几百年的时间 才明确的知道一种维生素C所取要的一个功能 花了这么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那么呢这是维生素C 那么呢再跟大家讲一个很简短的小故事叫叶酸 大家现在都知道啊 女性在怀孕的时候 为了帮助胎儿在母体当中的这个正常的发育 那么呢预防这个神经管缺陷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女性在怀孕的时候 都会这个去服用叶酸等符合维生素 大家可以想一想 先不用看我这边的PPT 大家想一想 你是从什么时候才知道叶酸在孕期的这个重要性 有没有朋友可以给我互动一下 有没有朋友可以跟我讲一讲 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知道 女性在怀孕的时候是需要用叶酸的 我来看一下啊 2007年大概1980年 怀孕的时候2010年 知道比较早的那一定是搞科学的比较多 反正我个人的是基本上是大概2000年以后 绝大多数人都是2000年以后才知道这个事情 有的朋友说1999年的大家可以看到 上中学学生物 那说明你的这个生物老师很厉害啊 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教科书里面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解到这一块好不好 没问题 基本上在2000年左右 大概是大家知道吗 叶酸啊在胚胎发育当中的作用啊这个重要作用 其实科学家已经知道超过60年 其实那应该是现在已经有大概70年的时间了 如果是70年的话相当于19470年相当于195几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如果去查一些科学文献 医学文献就知道 叶酸在胚胎发育当中的作用 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已经有相关的报道 那么1976年呢有多个研究是关于维生素缺乏造成神经管缺陷的研究 在七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那么到86年到1994年越来越多的叶酸和这个胎儿啊 这个神经管缺陷的报道会越来越多 那么一开始呢人们搞不清楚到底是维生素C还是维生素B 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十几年二十年才搞清楚 那么然后呢到了2008年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欧盟的这个带头下呢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呢在在很多个国家有50多个国家 那么当时呢法律要求在他们的面粉当中呢要额外的去添加叶酸 那么当然并不是在一些发达国家 主要是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那么这个呢也是近代营养学就是从政府政策方面呢能够对人们的健康 那么大家听完维生素C和叶酸这两个故事以后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涉及到营养素 涉及到维生素和矿物质涉及到营养方面的话呢 其实很多时候营养学科学家已经都给我们已经报道了 已经都已经证明了 那只是呢我们很多人作为普通大众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或者你不关心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像叶酸一样的 其实可能在一九五几年就有相关的文献报道 刚才有一位伙伴说他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了啊 当然这个很正常因为七几年就有相关的研究 我在准备这个PPT的时候我看到最早的文献啊 就是一九七六年的 当时他讲到呢其实在这个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那么我自己读过几篇的文献呢大概都是一九九啊 上个世纪啊应该是九十年代初的 所以就是八六年到九四年的时候 那么到零八年到一零年以后呢 人们对于叶酸的重要性就越来越了解 那么在开场的时候呢我花了一点时间 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系统健康培训的第一堂课 所以呢我想给大家呢定一个基调 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营养很重要 如果你在如果你不接触尤萨纳 如果你是做其他工作的或者你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做 我们平时有能花多少的时间会静下心来去学营养的知识呢 对不对我觉得很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啊 所以呢在尤萨纳这个大家庭当中呢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了解掌握正确的更新的 或者全面的营养知识用来守护自己和守护家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 因为今天我们主要呢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基础必需营养系列的两款产品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细胞基本营养素 那结合我对结合我个人对公司的理解啊 这个我也不能说是官方吧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有自己的理解 结合我以前学过的营养学的知识 那么结合这些年这将近八年的时间 在尤萨纳工作的这个经历 那么呢我总结出来的这四点 那么为什么细胞基本营养素跟其他的符合维生素与众不同 第一点呢就是尤萨纳公司的细胞基本营养素的配方的 完整性和科学性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素和植物精华的一些特殊功效 它的营养素呢在很多时候它跟其他公司营养素外行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内行就知道它是不一样的啊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 这个专专业技术 这个专利的技术 在我们细胞基本营养素当中的这个应用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品质和制造的品质和第三方的认证 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从这四个点呢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配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那么营养成分全面 因为你使用符合维生素你的营养成分要全面 所以你滋养保护的才能全面对不对 那么一共有多少种维生素呢 有营养的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里面呢 一共有13种维生素 外加12种矿物质 25种除了这25种营养素微量元素之外呢 还有另外的13种植物精华等名贵营养素 那么因为名字时间名字很长啊 所以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姜黄素啊 橄榄精华提取物啊 Inselligence技术的细胞信号传导技术 专利符合物里面有八种 还有Alpha 硫心酸等等等等 那么首先呢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停顿啊 就是讲一下13种维生素和12种矿物质 大家如果去对市面上的符合维生素 去做一个平行的对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13种维生素和12种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非常非常全面的 那么有很多公司有的时候它做不到这么全的维生素 这么全的矿物质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尤其他公司呢 还有13种植物精华 植物的这个精华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细胞基本营养素的配方呢 很科学 刚才呢是这个营养成分很全面 现在呢是这个营养配方很科学 它的含量 它的剂量 它选用的这个营养素的形式很有道理 所以呢 它的滋养保护才能够到位 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尤其他公司的维生素C 维生素D 包括一些钙美新的敖核形式 那么这些形式呢 都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 刚才我讲到这个敖核的形式 那么呢 还有维生素D3 那么维生素D3呢 我待会儿讲 我待会儿在下面几页的时候呢 我会专门的去讲维生素D3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 可能在没有接触尤其他公司的时候啊 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维生素D还分2和3吗 对不对 我待会儿讲 那么第三点呢 能够体现出配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是什么呢 就是尤萨纳的这个配方是世界顶级的 是世界上No.1的抗氧化活性的营养素搭配 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抗氧化剂 什么维生素C维生素E 这个都是小二科了 对吧 那么尤萨纳的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里面 还有一些非常特别 抗氧化活性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抗氧化剂 比如说Alpha硫心酸 比如说绿茶 精华提取物 比如说姜黄素 还有白黎卢醇 很多朋友说你们也有白黎卢醇 当然了 尤萨纳公司一直很 有白黎卢醇已经有很多年了 但是尤萨纳公司的科学家知道 白黎卢醇它作为一种抗氧化剂是不错的 但是不能把白黎卢醇的功效给无限的放大 那么放大就不科学 所以尤萨纳公司不要认为尤萨纳公司没有白黎卢醇 也有 而且也是顶级成分的白黎卢醇 那最重要的除了我刚才讲的之外 最重要的是还有可以激活细胞内源抗氧化能力的 Incelligence细胞信号传导技术的专利符合物 里面是八种成分 那么通过这三点来证明 尤萨纳的配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那么第二点在刚才的这个基础之上 稍微再多讲一点点 就是这里面将近30 我看看一共是多少种 一共是38种 将近40种的成分 那么将近这40种的营养素 包括里面的植物精华 它的一些特殊的功效 首先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有一些矿物质 比如说刚才说的钙 鎂 鲫 等等 还有维生素C 它是采取了一个熬核形式 因为熬核形式这个营养素 它结合了一个有机酸或者是一个氨基酸 所以该营养素的吸收率就会更高一点 那么第二个就是维生素D3也叫阳光维生素D 那么相对于维生素D2这种普通一点的 这种便宜一点的这种对人的健康益处没有那么大的 那么维生素D3对人体更加有益 那么研究表明使用有萨纳的维生素D3 或者是我们的细胞基本营养素的人群 那么这些人群体内的维生素D处于最佳水平最优水平的可能性要高出6倍 这是官方的数据 大家可以记住 那么这里我把话题稍微的岔开一个坊间的传言 这个此话题的未经验证 大家听听就可以 不用传也不用说是David官方讲的 那么曾经我听说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那么市面上的符合维生素 基本上用的都是维生素D2 有萨纳公司是全球最早的第一家 我还真的因为没有验证 我还真的不敢说是第一家 但是以前有一个教授级别的人物 专门研究维生素D的 他告诉我 据他了解有萨纳公司是全球第一家 那么在维生素当中 使用了维生素D3的这种形式 大家听听就可以 那么里面还有刚才说了十几种精华成分 那么这里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他讲 所以我就挑了比如说alpha硫性酸或者姜黄素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那么具体大家如果感兴趣 需要进一步的延伸学习 就是去做一个加法 那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经常讲的alpha硫性酸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昂贵的 而且是兼容脂溶性和水溶性特性的号称 万能抗氧化剂的一种超级抗氧化剂 那么很多公司的产品里面 也不含有alpha硫性酸 因为比较贵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姜黄素 其实姜黄素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如果大家对姜黄素这个成分比较了解的话 它的抗氧抗氧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一般的姜黄素生物稳定性不是很高 而且吸收率也不是很高 有萨纳的采用的专业的专利的技术 就是来自一家Mariva的公司 他们的姜黄素是纸质复合体 比普通的所谓行业的标准的姜黄素的吸收率 或者我们叫做生物可用度高出了近30倍 所以你可以用相对较小的剂量 来获得更大的姜黄素的一个益处 那么接下最后一点 我要提的就是Inceligence的信号传导技术的符合物 这个我放在第三点 专门去讲通过凹核型的维生素 第三Alpha 硫心酸 姜黄素 当然还有比如说改缆提取物等等等等 这些呢体现出了有萨纳细胞基本营养素的 里面的营养素和植物精华的特殊的功效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 Inceligence技术的这个专利符合物 在讲这个专利符合物的时候呢 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就是细胞基本营养素这个产品 如果今天我要做选择题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能回答对这个问题 就是细胞基本营养素包含了几项专利 有没有朋友能回答对这道问题 我今天看一下 你发现正好是三项 那么第一项呢 细胞基本营养素和健康包里面呢 有三项美国的专利的技术 三项 第一项呢是Inceligence的细胞信号传导技术 专利号都给你标的 专利号这边我写错了 不好意思这个今天补了这里应该有一个二的 好的不好意思这里 万一有人查不到这个号 然后又来说我啊 那么刚刚说的这个姜黄的这个专利号呢 也放在这儿了 那么这个Oliver这个橄榄果实萃取专利技术的专利号呢 也放在这儿了 所以单单一个细胞基本营养素或者一个健康包呢 有三项的这个美国专利啊 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好像对 这里好像标题我写错了啊 这个这两天实在是很忙啊 刚刚开完年会把标题就给写错了 好了这样就不会 大家如果看到有一些错的话呢 大家谅解一下 因为这些都是我这个昨天和今天 在百忙之中啊 刚刚做出来的啊 可能在这个 Winston开始放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还在最后的这个审稿 还在最后的这个在加一些东西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刚才讲到的 就是前面两个细胞基本营养素的特别 第三个呢 就不得不呢 好好的来聊一下 Incelligence的这个专业技术啊 那么Incelligence这个技术呢 很多人很难理解 那么它呢 就是要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呢 就是说它Incelligence技术 它可以激活和唤醒 人体自身的这种防御保护机制 它通过精选的一些营养素 通过这些营养素 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 大自然赋予我们本身就有的防御和保护机制 那么帮助我们身体保护自己 免受压力干扰 并且呢 恢复年轻又正常的细胞功能 这个技术呢 刚才我讲了 它精心筛选出来的多种营养素 用来支持并优化特定的细胞功能和细胞过程 通过人体的细胞信号传输通路 那么来开启我们细胞中的正常的一些程序 激活我们本来就有的一些功能 好不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Inceligious技术 那么Inceligious技术呢 它的专利配方呢 里面一共有八种符合维生素 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长期的一个健康 第一个Alpha流行酸 第二个呢 白黎卤醇 有三大也有白黎卤醇 第三个呢 Mereva的浆黄素 第三个呢 第三个和第四个都是有专利技术的 包括橄榄提取物 然后呢 绿茶提取物 胡皮素 卢丁和橙皮干 那么这八种是Inceligious 复合营养素的这么一个符合配方 这个是我们Inceligious 那么每一种成分起到的作用 每一种成分它所针对的这个信号通路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不要一一的去讲 讲太复杂了 有的时候可能分享出去吧 也很有难度 我觉得讲到这儿应该差不多 大家应该差不多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再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公司的网站 再去进一步的呢去了解一下 那么Inceligious技术呢 它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刚才我说了 就是激活我们人体 本身就有的防御保护机制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我们的膳食抗氧化剂 我右边的这张上面的 右边上面这张图 我们通过饮食 今天我吃一个橘子 吃了一个橘子以后呢 里面含有了很多很多的抗氧化剂 其中一个橘子膳食含有的抗氧化分子 它一般呢 只能消灭一到两个自由基 但是呢 Inceligious技术 它所激活的这个内源性的抗氧化的能力 一个抗氧化的分子 它能够中和一百个自由基 所谓的以一抵百 那么第二个呢 Inceligious技术呢 它可以帮助 我们都知道线粒体很重要 Inceligious技术里面的几种八种成分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线粒体细胞保持年轻 它的这个八个辅方配方呢 增加了线粒体自视的一个活跃性 也就是呢 细胞呢 通过清除自己的这个垃圾 有助于高效的产能 大家都知道细胞的代谢啊 一定是产出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用的东西 同时呢 会有一些副产物垃圾 积累在我们体内 那么Inceligious这个技术呢 它增加了我们细胞本身所具备的 这种清理垃圾的能力 所以帮助我们一方面产能更高 供应更充足的能量 而且呢 能够让细胞保持更年轻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呢 是我两个呢 想跟大家稍微重点谈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防御自由基 对抗自由基 第二个呢 就是帮助我们的线粒体 和我们的细胞保持年轻 这个是我们的Inceligence技术 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的制造的品质 以第三方的认证 这里呢 我可以稍微的讲快一点啊 那么首先生产呢 毫无疑问 有三大公司生产的标准 我觉得在美国应该是找不出 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家 公司的生产标准 不仅是按照美国政府 各个国家的政府 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加拿大 包括中国 包括新加坡 包括日本 等等等等 所规定的GMP的要求 而且在美国 还自愿采用了远超同行标准的 拥有美国FDA药品质量级别的生产基地的一个注册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各种的 那我有三大公司 很多人很喜欢 就是华斯博士签名的这个品质保证 Potency Guarantee 那么除了Potency Guarantee之外呢 还有一系列的第三方的认证 比如说第一个 Neutral Search 就是我俗称呢 我把它叫做营养品 比较指南 这十几年来的版本 一直是把尤萨纳评选为全球最佳 最棒的营养品 那么尤萨纳的这个细胞基倍营养素呢 也入选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要点 包括下面的要点 包括NSF 包括Consumer Lab 这个等等等等 还有 那么这些呢 我就不一一的跟大家去讲 因为讲到第三方认证 尤萨纳公司的第三方认证 真的是很多很多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更重要的一个最有效 最让我自己最幸福的第三方认证是什么呢 就是在所有的人群当中 有一个人群 他们对于营养补充品的要求和这个标准 比我们一般人都要高很多 这个人群呢 就是我们的精英运动员 尤萨纳在全球范围内 有4000超过4500名的精英运动员 都在使用尤萨纳公司的产品 在尤萨纳中国保银市场 尤萨纳公司 而且还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 为国家队的运动员提供 备战训练的保障用品 如果这些参加奥运会 参加世界杯 代表各个国家参加顶级运动赛事的这些精英运动员 可以把他们的健康 可以把他们的运动生涯 托付给尤萨纳的话 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 我更没有理由去怀疑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相信就可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 细胞基本营养素呢 通过这些呢 讲了很多啊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这个内容怎么样 这个就是深浅啊 包括这个大家觉得 我不OK 是我的希望呢 是希望大家在这个 听完这些培训以后呢 PPT呢 大家不用拍照啊 PPT呢 我会发给大家的啊 待会呢 讲完以后呢 把一些错别字修改一下 PPT呢 我就发在群里面 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 那么第二个呢 我要跟大家聊一下的呢 就是我们的健康套装 我呢 喜欢叫做健康包啊 每个健康套装呢 含有28天用量的 有56个独立的包装 分为呢 上午包和下午包 每一袋呢 包含了三款的核心营养补充品啊 网站上呢 写的是四款 因为他把细胞基因养素里面 两屏呢 给分开来了 我就简化一点呢 就是三款核心的这个产品 是哪三款呢 第一款呢 第一款呢 就是有一个伙伴说 It's great But you talk too fast 我今天说话很快吗 我觉得今天 我的说话的语速已经很慢了啊 这个叫WG的朋友 如果你平时我的语速更快 好的 见谅啊 如果今天语速快的话呢 见谅 煤蛋呢 包含了三款的核心营养补充品 第一个呢 是细胞基本营养素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活力钙煤地片 第三个呢 就是唯独单单在健康套装里面才有的 这个呢 英文的名字呢 叫做Celsentious Booster 我呢 把它改了个名字 我呢 把它称之为叫做 Incelligence强化剂啊 Incelligence强化剂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呢 Incelligence强化剂呢 其实活力钙剂片呢 我们在过去的 在接下来的话题当中呢 我们可能在骨骼健康的时候呢 我会单独的去讲 那么刚刚呢 我也刚刚讲了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 那很多朋友呢 就一直搞不清楚 细胞基本营养素里面的这个booster 这个强化剂到底有什么特别啊 跟大家呢 简单的聊一下 那么就是英文名叫Celsentious Booster呢 中文呢 我把它翻译成叫做 Incelligence强化剂 它含有四种已经证实的能广泛激活细胞信号通路的四种强有效的营养素 分别是狐皮素 还有Alpha流星酸 还有一个就是Oliver橄榄提取物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叫紫痰奇 那么在细胞基本营养素booster 就是这个Incidious Booster当中呢 那么它的这个狐皮素 Alpha流星酸和橄榄提取物呢 在Celsentious里面也有 那么booster呢 就是起到了一个强化剂的作用 那么它的这个强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那么狐皮素呢 在这个booster这个强化片剂当中呢 它每一粒含有的量呢 是细胞基本营养素的六倍 Alpha流星酸 那么在我们这个Celsentious Booster里面的含有的量呢 是我们细胞基本营养素里面一粒的五倍 那么橄榄提取物呢是三倍 那么还有一个成分呢 在Usona其他所有产品里面都没有 只是唯独的在我们的Inceligence强化剂里面呢 有那么它这个成分呢叫做紫痰奇 它是一种独特的配方 而且它是专门用来 如果熟悉Usona产品的人就知道 以前在我们的健康套装里面 这个成分呢是白梨卢醇 那么后来呢科学家发现了紫痰奇的这个成分 它的活性远远的高于白梨卢醇 所以公司呢把白梨卢醇的这个成分呢 就从健康包里面拿走 取而代之了用了一种活性成分更高的紫痰奇 那么在白梨卢醇这个成分呢 现在就是在细胞基本营养素里面有 但是呢在这个Health Pack 在我们的健康包健康套装里面呢 有一种比白梨卢醇活性更高的一种成分 叫做紫痰奇 我希望大家呢可以今天通过这个学习呢 可以了解一下 那么健康包呢 我个人觉得呢健康包呢是 怎么说健康包是我们 是细胞基本营养素一个 更高端更高级别的一个替代品 本身它的这个产品 它的定位就是一个相对高端的 高端健康 而且呢使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 那么方便呢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来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第一个解释呢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出差的 也出差的一个商人士 或者呢你的工作比较忙 那么呢可能随手一包 那么就可以满足你一天的 这个细胞营养 所以它很方便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你出差的时候 你要出去七天五天 你带一个瓶子 带两个瓶子有的时候 觉得会很占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只需要按照上午包 和下午包的剂量 根据你出差的天数 去把它给配一下 那么所以它携带起来呢 也很方便 还有一个方便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针对啊 年纪比较大的人群 有的时候数这个片季啊 比如说或者视力 稍微有一些下降的一些 年纪大的一些人群 其实用健康包也是非常方便的 用健康包呢 再来去搭配其他的一些优化营养素 那么针对一些现在 一些某些人群 一些年轻人群呢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产品啊 高调的拿出来 再跟这个闺蜜 再跟这个伙伴们这个出去吃饭的时候 很高调的拿出来 其实也是你的这个健康代言人的一种体现 那么这是健康包的一些特点 那么在我们这个事业当中呢 健康包呢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啊 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叫做 让你的健康和事业同时保持活跃 那么自己吃 优惠吃 每天吃 高调的把健康包拿出来吃 对吧 全家吃 你一个人吃出效果出来 就可以吃出全家的支持 吃出这个机会 如果呢 健康包 每一个健康包呢 大概是100优惠价呢 大概是在130美金多一点点 如果是自动订货的话呢 大概只要120多 100分 可以保持你的一个商务中心的活跃 所以很多团队呢 在去复制这个健康包的使用 因为用起来和团队运作起来呢 非常的简单 团队一起吃 跟着伙伴呢 一起吃出一个大的一个事业 那么刚刚呢 讲了一下这个健康包里面的一些成分 包括健康包里面包含了这个细胞质本营养素 包含了活力钙美地片 还包含了一个 incelligence的一个强化剂 所以呢 某种程度上啊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合我的这种说法 是一个三合一的一个组合 一个高大上的一个组合啊 让你的健康和让你的有三大事业 同时的保持活跃 好的那基本上今天呢 我培训的内容呢 两个产品的培训内容就到这儿 那接下来呢 我会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今天我所有培训的内容和资料啊 基本上95%以上 全部都是在公司的网站上找到的 我在这里呢 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这些资料 平时大家去哪儿去找啊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如果进入购物车的时候呢 大家在选购产品的时候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对不对 这个界面应该对大家来说呢 应该是很不陌生的 那么如果这个页面呢 你往下拉的时候呢 它有这个产品的一些简单的描述 还有一个YouTube的一个视频 对吧 如果你再往下走呢 那么这边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叫紫红色吧 对吧 有一个下载补充品的标识 那么这个标识里面呢 就含有细胞基本营养素 所有成分和配方的详细信息 点开以后呢 是一个PDF的文件 大家呢可以去下载一下 那么下载下来以后呢 就是这样的 所有里面的每一个成分 如果你想了解 Yuzana公司作为一家 以科学为本 高品质生产产品的一家公司 每一条信息标注的 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大家呢可以 如果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市场资料 还有一些图片 很多有的时候呢 朋友非常喜欢 问David你是从哪来的 其实你们都有啊 进入Hub网站的时候呢 到了这个传媒中心 到这个media center里面呢 比如说进去以后的界面 是这样子的 如果呢 我在这个搜索框里面 输入细胞基本营养素 Celsentious呢 它就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界面 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界面啊 把所有跟细胞基本营养素的 所有的海报培训资料 视频资料 全部都在这儿 然后呢 我在语言这里呢 我选择了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和英文 如果你还可以去选择 西班牙语 法语 日语 韩语 等等等等 也可以看一看其他市场 可能你看看加拿大市场有什么资料 澳大利亚市场有什么资料 新加坡市场有什么资料 全部都在这个图书馆里 使用起来呢 其实非常的方便 那么在这个细胞基本营养素 这个资料当中呢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的是这个 是这一张一个单页的PDF的一个格式 我发现总结的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呢 写的也不错 对 所以大家就是 我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的资料其实真的是蛮全的 千万不要说大家找不到资料 想学产品 想学东西学不到 有三大公司所提供的产品的信息 培训的信息 可能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三倍五倍十倍的多 跟其他公司更是不能比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最后呢 关于细胞基本营养素和这个健康包 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到底分享什么东西呢 这里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 固然我刚才讲了很多的第三方的认证啊 这个成分啊 甚至包括剂量是多少多少倍 但是我个人的体会呢 是消费者或者你的潜在客户 最后能接受你的产品 其实是首先是接受你这个人 并不是接受你堆出来的一大堆的数据 和一大堆的认证 其次呢 是接受你讲出来的故事 和你给他的感觉 其次是你讲一个故事 和他的感觉啊 第三点啊 第三点其实才是你要能够 第三点也很重要 就是你能不能抓住他的需求 他的需求不是需要一个品牌 他不在乎这个品牌叫什么 对吧 我当然是说潜在客户 他的需求不在乎 有多少个运动员 是4500个 还是450个 他的需求不是这个 他的需求可能是我左边说的 他可能对健康有更高的要求 有可能他是工作压力大 他需要能够精力旺盛的 去迎接每一天的挑战 或者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他能够有时间更好的陪伴家人 也或者是有一些人群 他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 希望可以摆脱这个亚健康的困扰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应对一些特别健康的问题 他们希望可以积极可以得到一个康复 能够得到改善一个生活的质量 客户的需求到底是在哪儿 我们的产品能够给客户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能够给客户带来的好处 不是华斯的签名 不是这个华斯 因为他对于潜在客户来说 他不知道华斯的签名意味着什么 他也不知道FDA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你给他带来的信任 你给他带来的感觉 你分享的故事 和你能够真真真正了解他需要什么东西 把他这个有针对性 有目的性的能够把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给到他 那么这样我才相信我们的细胞基本营养素 或者是我们的健康包 能够给我们的每一个客户 能够带来最大的健康益处 那么最后一句话 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尤萨娜我们有很多种营养品 基本营养系列 还有优化级系列 那么不管这个客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细胞基本营养素 或者是健康包 一定是你每一个人必须要按足量 每天坚持长期使用的一个产品 在细胞基本营养素的基础之上 你再去搭配其他的优化剂 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那我今天的培训就到此结束 那么第二部分 我要跟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